看一下哪些是逻辑运算符 好 我们来去看一下逻辑运算符用哪些 逻辑运算符在我们Python当中 就是and or和note and or和note and表示什么意思 and表示逻辑语 它表示的叫逻辑语 而谁呢 在这一块 or 而它在这的话是逻辑或 是吧 而接下来在这 note呢 它是不是就是飞了 逻辑飞 逻辑的飞 飞就是反方向了 是不是啊 然后呢 那就比如说刚才这块 我没给大家写 note is not 是不是啊 然后 is not 是不是就是它的一个反方向了 啊 然后在这一块我们一会再来练习它的note啊 and 什么叫语啊 语的一个特点是这样子的啊 然后呢 它是在关系运算符的基础上 然后产生的逻辑 啊 逻辑运算符的结果啊 叫逻辑 是吧 然后逻辑运算符的这个运算结果啊 叫运算结果啊 叫运算结果啊 然后也是返回什么的 true or false 也就是说它返回的肯定也是true or false 就这两种结果啊 你也不用想其他的了 而这两种结果啊 跟我们的关系运算符又有结又有这个什么呢 相对应的地方啊 啊 它是什么意思呢 它在这一块是这样子啊 说逻辑语是什么意思啊 它指两边同时为真 结果即为真 那也就说左边是真 然后and 谁呀 在这儿 右侧为真 结果就为true 其他情况下都为false 其他情况 那其他情况是指什么情况 这样吧 我不用减号了 我用三引号啊 写起来比较麻烦这个啊 好 那接下来的话 其他结果是指什么结果呢 只要有一个为假 是不是结果就为假了 所以在这一块把它剪到这儿来啊 然后有这个 还有谁了 出 and 谁呀 在这儿 false 是不是就是我的左右两边有一个是假啊 结果即为谁啊 假 然后呢 我在这儿 true 不是处了 这里就是啊 false and 谁呀 后边是啊 处 然后接下来在这一块就是一个 false 那一个为假都是假了 俩假就更假了呗 是不是啊 然后 然后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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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s 暗的 谁呀 在这儿叫 f a a l s 是不是叫 false 所以结果也是谁了 false 好 那也就是说 逻辑运算符是这样子的啊 只要有任何一边 这两个一边 你可以认为一个叫左侧 是不是啊 还有一个叫右侧 而左右两边进行比较 对吧 而那左侧和右侧又可以是什么呢 左右两侧肯定是真假的一个运算 比如说我在这儿可以写八大于 八大于十吗 按的 然后呢 五六小于八吗 对吧 大家看他的结果运算结果是谁 八大于十 是不是false 啊 然后按的 看上面六小于八是多少啊 出 那你一个真不管事了 结果还得是什么了 结果还得是false了啊 就是这样子的啊 那如果在这一块啊 我用等等行不行啊 比如说 比如说我在这块用了一个谁 在这儿啊 来了一个odmin 是吧 等等这个odmin123吗 对吧 然后并且 然后假设这是你的用户名 是吧 而后边是你的密码123456 然后后边等等123456吗 是吧 那你现在是不是就验证你的用户名和密码是否一致了 嗯 然后那我们在这一块就可以看到 这是谁啊 false 然后后边这一块是 true 那自然结果就是false 因为你啊 这时候用户名不一致 是不是啊 所以我结果还是false 所以你当然登录就失败了 嗯 这个适用于同时验证 就是在你刚才比较运算符的时候 是不是又多了一个验证了 嗯 而你要把这两个 是不是综合起来一起看的时候 好 就会用到什么运算符了 逻辑运算符 逻辑运算符 所以我们说逻辑运算符就是在我们关系运算符的基础上 是不是又多了一层啊 关系运算符是指你俩相等吗 你俩相等吗 好 但是我现在说把你相等你相等给综合起来看了 是不是啊 综合起来就有两种 一个语或非 是不是有这三种啊 好了 那因此在这一块的话呢 就是我们所说的叫逻辑谁啊 是不是逻辑语了啊 然后呢 我们在这儿来试啊 比如说我就不键盘输入了啊 太麻烦 然后我在这儿就来一个数字8 然后n几呢 n2 是吧 等于5 然后呢 在这儿来个n3等于3 然后呢 我在这儿就这么来去写了啊 n1大于等于 下边这个n2加n3 是不是啊 然后and一个 然后呢 下边在这儿来一个n1小于 然后n3 当然这个顺序不是固定的啊 比如说我n1大于一个n2 那问这个的结果是啥 看一下 看一下结果是啥呀 你现在是不是就应该先算这个 再算这个 然后再and 按的 按的完了之后的结果在复制 result 所以你在这儿运算的一个步骤就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步骤了啊 然后我在这儿运算的一个步骤就是这样的步骤 第一步 我现在是不是先把他看一下真假 对吧 他的真假是谁啊 能看出来吗 啥呀 n1是多少 8 然后大于等于 然后他俩相加是不是也是8 而我在这儿加等号了 只要有等号 所以这个结果就可以判断是 处 好 第二步 第二步 该计算谁了 是不是该计算他了 n1大于n2吗 对吧 然后他的结果是n1是几啊 8 大于n2是5 好 他的结果也是数 然后第三个 然后你计算了左边是数 按的右边也是数 那你就知道两者同时为真 结果就为真 所以我就可以判定结果是真的了 是不是这样啊 好我找同学问 然后我再给你出一个 你告我这个结果 仿照这个来去算选 好那我在这又有一个result结果 等于看了啊 我在上面这块做一个这种操作去 写N2还是继续上面那个等于 然后N2加N3 我现在有了一个这个操作 然后呢那接下来我在这写N1 然后大于 然后等于多少吗 在这N2吗 然后在这并且N1 是不是 然后在这等等N3吗 问结果是啥 来别说话啊 找同学来去说 你就看就行了啊 找同学说啊 看一下这个结果应该是啥 谁说呢 然后找海涛 海涛你赶快看一下 结果是啥 数还是上面这 数对 还是上面这三个数 只不过我在这多了一层 运算 是不是啊 看好了这个什么结果啊 动手算呀 是不是啊 是什么啊 这个结果 数啊 对总的 错 错就是false 是不是啊 好 然后大家看一下是不是false 然后第一 它在这是不是多了一层运算了 多了一层运算之后 那这个N2就应该变成多少了 8 然后它N2是不是就变成一个8了 是不是啊 好 变成8 那就是N1是8 N2也是8 然后8大于等于8吗 大于等于8 所以这一侧的话就是一个谁了 是不是就是一个处了 然后紧跟着一个按的 看N1和N3相等吗 是不相等了 不相等就是false 而在按的运算当中 只要有一边为假了 所以就已经决定它的结果 就是false 是不是啊 就已经是false了 好 然后这一块的话是这样子的 然后我继续在这留练习啊 大家课间的时候你来去算去啊 然后呢 我在这块又有了一个N4 在这又有了一个N4 N4等于多少呢 在这是N1加N3 然后减去 然后在这的话叫N2 这个就是N4的值 然后我现在来去算这个resort结果 resort结果呢 我说N4是小于N1的 然后并且 然后呢 我在这写N4加上N3 然后是大于 我给你加个括号啊 N4加N3肯定是大于N2的 好 然后看这个是多少 大家先休息一会儿 你只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呢 我们来去看一下这个结果啊 然后首先你要计算出N4是多少才行 是吧 因为到这一步的时候N2已经是8了 对吧 对吧 所以你在这一定要N1是几啊 8 8加3是11 11减8 是不是 其实这个N4是不也是3了 所以你的这个N4值就是3 而如果它是3的话 说N4是3 3小于N1 是不是对的 所以它是处 然后这个是3加3 6 6大于N2 这个的话N2是几啊 86大于8是 False 所以这个结果应该是几啊 False 是不是啊 好了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知道这个是这么来去运算 然后我们再来去看下一个啊 下一个的话呢 我们还有一个叫逻辑谁啊 或是不是啊 好 那或是表示什么意思呢 他在这儿的话 是不是就是或者了啊 在开发过程当中我们说了 如果你的用户名和密码同时成立 那我认为你就登录成功了 然后还有一种情况啊 比如说我们在登录的时候 对吧 你可以输入什么呀 手机登录 是不是也可以账户登录了 是不是在登录的时候 是不是可以输入手机号 然后也可以是这样 也就是说这两个 是不是都是OK的了 所以这个就叫或者 就是说你是手机号 是不是啊 然后或者 然后什么呢 在这儿就是你的账户名 是不是都是OK的了 账户名 所以在这儿就会用到一个或者 然后你是手机号 或者是账户名 然后如果成立的情况下 然后我接下来 是不是再去比较你的用户名密码了 所以在这儿怎么来去用货 先说一下这个货啊 这个OR的话呢 它是只要有一边为真 结果即为真 只要有一边 然后叫谁 为真 它的这个结果即为真 真是不是就是处了 只要有一边为处 那它结果就是处了 所以大家在这一块来去看啊 我们下面在这一块的话呢 就可以这么来对它进行一个计算啊 然后呢 那在这儿的话呢 它是处 OR谁啊 在这儿 处 是不是啊 然后TRRUE 是吧 那这个结果有一边为真就为真了 那两边为真 当然更得是真了 是不是啊 好 下面在这儿还要有一个处 或者谁啊 在这儿 FALSE 那这边有假有关系吗 没关系 只要有一个为真 我还认为你是真 如果我这边是假 然后或者这边是真 那结果呢 还是真 是不是啊 然后那我们就发现了 无论是左边有真 右边有真 或者两边都有真 是不是结果都是真 什么情况下为假 是不是全都是FALSE的时候 是不是结果就是FALSE了 所以我们在这一块就知道了啊 什么情况下会是一个FALSE的结果啊 只有两边为假的情况下 两 还有这个两边同时为假 是不是都是假了 好了 那于是我们在这一块就来去练习一下 刚才这一块啊 比如说要求你去输入谁啊 你的手机号码或者是账户名 如果我有这个手机号码或者有这个账户名的情况下 然后呢 是不是你再再就就表示你是不是有这存在这个用户啊 所以我现在首先要判断是否存在这个用户啊 然后在这叫判断是否然后存在然后用户啊 那我怎么判断有没有呢 那我怎么判断有没有呢 所以啊比如说我有一个U name 是不是输了一个用户名了啊 然后这个用户名叫什么呢 在这一块 所以在这一块的话是不是就是然后我们在这给他起个名字啊 比如说还是这个名好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啊又输入了一个手机号码 账户名是不是啊啊账户 然后或者是如果有邮箱的话是不是也可以输入你的邮箱登录了 然后紧跟着是不是再去输谁去啊 密码 然后再来进行一个登录提交了 是不是这样啊 好那这些是我们经常会用到的一些逻辑部分啊 好那在这个逻辑当中我会先怎么做呢 我会先判断有没有这个手机号码 或者有没有这个账户 或者有没有这个邮箱 你肯定会在这个框里面输入这三种当中的任何一种 对吧 所以你在这框里面 比如说我在这输个谁 我输个邮箱行不行 或者我输个账户名 或者输个手机号码 这三样是不是任何一个都行了 那我接下来是不是就要去数据库找了 那我应该怎么来进行匹配呢 比如说我在这输的是 然后邮箱 是不是啊 邮箱当初是QQ我随便写的啊 at QQ DR.com 对 DR.com 是不是我就是拿QQ注册的了 好那于是我在这儿是不是就进行这个验证了 来看啊 然后呢 那在这块我就不不写手机号码了啊 假设就是邮箱 而我接下来的话呢 是不是键盘输入的是这个邮箱了 而我的用户名是不是没有输入 因为你只有输邮箱 是不是用户名默认就是没有的了啊 然后那我接下来没有 那就没有了啊 就是空字不串假设 那于是我在这一块是不是就要进行判断了啊 判断一下你当前有没有这个用户 那有没有我是不是就要跟我曾经数据库里的进行比较了 我们没有数据库 我们只能把它定义死啊 比如说我当前的username等等等等的话 是不是就进行比较判断了 我当初注册的时候叫啊的命123 那你接下来是不是没有输入 没入输入 是不是用户名就是空的了 对啊 然后叫或者 然后email 然后email就是你刚才变量等等 你刚才的一个邮箱号码了 是不是啊 好 那我在这就把这个邮箱号码给它粘过来 那大家可以看到这时候它的一个判断说 如果你输用户名了 那邮箱就是空的 如果你输这个谁了 输邮箱了 是不是用户名就是空的 总之在一个框里面是不是只能选择一种 啊 好 那于是我在这的话就进行比较了 那这个比较的结果会是谁呢 是不是这个就是我的result的结果了 啊 那此时的result的结果会是什么 大家说这个结果会是什么呢 是不是这时候的一个结果是不是就是处了 我把上面这个先给大家注视了啊 算了 这个别注了 要不到时候回头你复习不好看了啊 所以在这的话我就打印一个 哎 好 我在这的话呢 就给大家打印一个or箭头 是吧 好 那在这一块的话 哎 逗号啊 然后来去打印这个or 是不是就or的一个输出了 啊 好 那我们在这来去测一下它的一个结果去啊 这个我要从 这个上面然后进行退出 退出之后 然后我们再来看啊 下面在这一块的话 我们是不是就要去执行python了 大家看最终的一个结果啊 这个是logic 应该执行它了 是不是啊 然后要给它换成lojic是吧 logic 哎 哪有错了呢 是第30行是不是啊 我是不是注视的时候啊 这怎么多了一个 引号啊 好 再来啊 再来一次 好了 大家看or打印的是谁啊 是不是就是处 处是为什么会处呢 因为我们说这边你肯定是空字不串 跟它是不相等的 所以这边肯定就是什么了 所以这一块肯定就是false了 而我在这又有一个谁 or 而后边这一块是谁啊 处 然后我们说了只要用or 只要有一边为真 是不是结果就为真了 那同样适用于用数字吗 也是如此吧 是不是 然后我们再来一个数字啊 a等于2 然后b等于5 然后c等于 7 比如说是啊 当然你在这一块的话 是不是就进行一个比较判断了 然后只不过在这个判断当中 你就不用按的 是不是用or了 啊 好 那在这一块的话 我说a 呃 叫等于多少呢 在这 a加b 是吧 然后在这的话呢 是不等于7 or 下边在这一块 不等于7 写错了 不等于c 是吧 啊 然后在这我用c大于a 问这个结果会是谁呢 所以我接下来在这 是不是就是第二次的or的打印了 嗯 是不是啊 第二次的一个打印的话 那这个结果会是多少呢 我把2打在这吧啊 啊 大家看这次的结果会是谁啊 啊 这次打印的结果啊 就是啊 出为什么 因为我c大于a 是不是真的 只要有一边为真 是不是结果就为真了 啊 好了 那not呢 not是干嘛用的 啊 非的话 它在这块怎么来去用啊 比如说我有一个 有一个结果啊 然后我有一个flag flag flag 结果 然后这个结果啊 就是一个false 然后呢 我在这说 我在这叫notflag notflag 就是我当前的这个结果了 是不是啊 notflag 就是非当前的这个 非假计为真 所以就是它的反面了 所以这时候的话 你第三次再来去打印谁 在这儿 这个是不是就是你打印的是 not的结果了 是吧 not结果在这儿 是不是打印一个result not是干嘛的啊 not就是啊 取谁的在这儿 取反的啊 反是不是就是它的反向了 你是假 我就是真 你是真 我就是假啊 所以在这一块的话呢 一直行 大家看是就是处 因为你本身是false 我not false 是不是就变成处了 啊 所以在这一块的话 回头大家多练习一下 与或非就ok了啊 与表示什么意思 在这一块啊 与的话呢 那在这一块所表示的是 然后在这一块啊 在这一块的话呢 是不是只要有一边为 假啊 结果就为假了 是不是啊 只要有一边 然后为假 然后结果是不是就为假了 假是不是 一边为假 然后结果是不是就有多少了 然后就是假了 是不是啊 好 只要有一边为假 然后结果就是一个假 假是不是就是false了 好了那在这一块的话就是我们的与或非这个部分 啊 与或非这个部分 好 那我们的这个什么运算符就叫逻辑运算符 逻辑运算符其实就是你把这个什么给他搞懂就好了 是不是就是与或非 然后给他搞懂就OK了啊 好了那我们接下来来去看哪个运算符啊 好了 好了 来看这一块啊 OPER OPER是吧 然后呢 下面在这儿的话是不是就是二进之位了 是吧 位的话就是它的一个位置啊 就是它的一个二进之位啊 二进之位的话呢 叫BINARY BINARY 我就这样来去启名了啊 好了 那于是我们在这儿来去看一下它的位运算 这一块啊 所以在这儿有一个运算叫什么运算 位运算 位 运算 是吧 我先把这个